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授课的徐木珍没受过正规教育 却有教授硕士找他上课 而他的满腹经纶是小时候从老一辈那儿听来的 因为徐木珍一岁时发高收 失去双眼和幼耳 但他靠左耳接触世界 获取知识 学习乐器 拉扶琴有一点点拜师 缠的东西 打的东西 也是大部分是亲来的东西 当然有音感 有音感才可以学这个东西 学得很好 老师他因为没有接受过正当学堂的教育 所以说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老人家的东西 所以说在老师身上可以找到很多 已经快要被失传遗忘的东西 看不见的世界靠着天生音感 徐木珍精通数十种乐器 甚至常常随口哼唱山歌 我们现在什么都要追求古早味不是吗 那我觉得这是最传统最原始的味道 随性来一段 学生冯徐木珍是极致歌王 但歌唱演奏不能当饭吃 徐木珍学梦想当作苦口的工具 他一两个优待 紧脆紧苦 即使在黑暗的世界过活 徐木珍不应缺陷 靠自己创造一片彩色人生 失去双眼 却看到最精彩的客家文化 只有佐尔却吟唱最道地的客家诗词 在徐木珍的国宝人生里 我遇见最丰富的感动时刻 逐木珍是非常稳荣的